我不覺得這兩載之間完全的掛鉤 因為完全掛鉤對中國的核心的利益不是很好 而且平壤也不一定把自己的核心的利益 因為這兩個國家實際上目前關係比以前好一些 比前幾年好一些 但是朝鮮也是朝鮮的核心利益 朝鮮的核心利也不願意把他自己完全的負在中國的國家利益上 這麼說了以後 我仍然認為這一次金正恩的訪問北京和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之間 在這個時間上不可能是一點都沒有人工的安排在裡面 因為中國在這些方面我們會看得好清楚 就是自從金正恩接班就他父親去世以後 好幾年都沒有訪問中國 主要就是因為中國沒有邀請他沒有開這個綠燈 假如這一次這個中國方面認為 金正恩的這個訪問實際上完全巧合對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利的話 中國可以找十個理由二十個理由說 你能不能提前一點能不能推遲一點 這完全可以做到的這個很簡單的事 所以這個外界的這麼多的猜測的話 在我看起來恰恰正是達到了這個整體的效果 就是多方面的效果 一方面中國顯示出來 中國作為一個地區性的大國 仍然在美國最關心的一些問題上 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力 那麼毫無疑問這個朝鮮方面也有自己的考驗 對於他來講最重要的是要使得目前有美國領頭的 國際對他制裁的這個力度要儘快的放鬆 我們都曉得對朝鮮這樣一個經濟如此困難的國家來講 一到了冬季食品燃料所有這些方面 服裝等等衣服所有藥品 這些方面的這個景區的這種程度 就會繼續的弱化 因為朝鮮我去過好多次 那冬季是很可怕的 那些很多地方 在這個時候如果戶籍上的這個制裁 如果能夠減緩一點 特別是如果中國能夠在 血品燃料藥品這些方面 能夠多一點對他的這個資源的話 那對他來講那些極其重要的 是至關重要的 那剛才後眼看起來就能夠 來講到這一個風險 一起的風險